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有一個容器 裡面裝互相容的兩種液體 這裡有兩種液體 這個假設密度叫D1 這個密度叫D2 那個密度大的當然沉到底下 密度小的當然不在上面 也就是說D1的話 它是小於D2 好,現在已經將質量 質量跟體積 皆相同的三個領塊 分別以細繩 懸吊以彈簧秤上 彈簧秤下 使禁止於液體中 如這個圖 若彈簧的毒素 這個是W1 這W2 這W3 好,那麼他問 則下列大小關係哪個正確 首先我們看 它的這個體積我們叫V 它的這個 這個勢重是多少 勢重就是這個彈簧的張力 彈簧張力 就是那個TR 彈簧張力 減掉那個重力 我加上那個福利 福利 福利是那個 體積乘以D1 體積乘以D1 這福利 減掉那個重量 重量我們叫W0 這個是等於0 這T的話就是W1 事實上是W1 所以我們就想 這個W1的話 事實上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W0 減掉那個福利 D1 V D1 V 他問到底的話 這W2 W2 等於T2 這W2 加上那個福利 福利是V D2 減到60 等於0 那這樣的話 W2等多少 等於W0 減掉 D2 D2 V W3的話 他跟W2是一樣的 因為他福利是一樣的 他的那個質量也一樣 所以這個 是等於W3 現在 因為D2 大於D1 所以W1 就大於W2 因為他減的比較少 他比他大 所以整個的W1 就比他大 所以我們想到W1 他是什麼呢 他是大於W2 等於W3 就是說 他的福利比較小 所以他那個 等於是 等於是 他那個福利比較小 所以張力就要不太大 他福利比較大 所以他張力比較小 張力比較小 張力比較小 代表四重 所以答案是W1 大於W2 等於W3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B 這題答案應該選B 這題答案應該選B